第一次拍戏 哪部 1月2分之1夏天一个电视剧 14年的时候 13年 11 我记不住了 我也想问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你一开始不是搞乐队吗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开始要演戏 做音乐然后就签公司 这次之后就送我去各种 培训 就是对 就有什么干什么 就都培养你 又去唱歌又去拍戏的 还现在让你选一样 说做音乐和 你怎么老子 你 你忘了咱一块参加那个 突袭训练室的时候 那一集你不在 不是跟你 不是跟我 对对 有跟你没有练练 我就是一刀斩选 而不是说你你现在演了戏 是 你现在演了戏 以后就没有机会开演唱会了 你选吧 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给我加 就是 就是 这为什么 当初 就是爸爸妈妈 选一个 对 就是一样的问题 演戏跟做音乐 你必须选一个 我去训练室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 我说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 你当时回答的是我 先演戏 因为演唱会随时都可以开 对 但是这这回就让你 斩定截铁地选一个行业 做音乐还是去演戏 我都喜欢 你这些更喜欢妈妈 还是更喜欢爸爸呢 赵梦 你更喜欢闪星 还是更喜欢新裤子 他肯定更喜欢闪星 我都喜欢 真是没 这个人真是 废话我都喜欢 当然了 开玩笑 你们太没意思了 没劲 你为什么要弄两个乐队呢 一个是他以前的 老夫老妻不能抛弃 那我不是这样的 两个都是梦想 因为新裤子玩的是新似卫物 是啥意思 听不懂 音乐风格不一样 就这俩乐队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都喜欢 真好 贼羡慕你可以在两个不同风格的乐队 对 你知道有多难得吗 你像什么 你像裤子 他们是七几年的 七几年的时候 他们那会儿听的就是 那个复古 迪斯科 什么什么的 强姐那个风格的 就是像我成长那会儿 就是 Punk Emo Punk 就是牛酥 你应该听Green Day那些 我听啊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不够暗 不够暗 对 那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了 你喜欢My Chemical Romance 对 我也喜欢My Chemical Romance 我感觉我妹 但My Chemical Romance 有的时候会太偏另类 它就是有一点邪习务劲嘛 就是不是那么的 听春少年感 就有点 你刚说 咱买房 就有点 可以 我喜欢 我喜欢 我现在听的就是 你喜欢裙子还是短裤 还是喜欢掉段背心 听不懂 所以梦梦你的第一桶金呢 什么时候 我的第一桶金 其实我那会儿 在迷迪上学的时候 特别远 我都要坐公交 坐很远很远到市里排练 我当时就想 我什么时候 可以不用坐公交了 不用就是这么累了 这么长时间 然后呢 然后那第一桶金什么时候到 第一桶金就是 就是加入新裤子就对 你怎么加入的 08年还是09年 09年 我生日的那一天 我一醒 就接到电话说 你要不要来新裤子 他们是怎么想到 要是叫你来弄 就是第一届 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时候 当时有个宣传片 我当时不是有一个女子乐队吗 那宣传片去拍我们了 然后彭磊去拍的 他可能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然后当天我就去 下午就去拍亮了 然后你就被录取了 对对对 就加入他们了 那陕新呢 陕新就赚的少了 一开始 Live House什么的 就很少钱的 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 其他的队员 只有陕新这一个玉队的话 他们怎么生活呢 所以说就难玩嘛 我就这么多年过了以后 换了很多人 就慢慢慢慢地 就各自全 撒了全回家了 活不下去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很难 因为我们和 作为演员不太一样 就演员你会有个 非常明确的点 就比如说你拍了一部戏 然后你就可以一下 拿到一笔身 乐队 它就是慢慢地有一个上涨 就像一开始 我们去酒吧演出 都是没有门票的 就是 就是免费去演 然后 只是就是 为了让这些人能来看 就是只要有人来看 就算成功了 然后 就是跟人家分一下酒水 什么的那个 往前 就是做音乐之前看 别人说的那个梗 就是什么 第一次赚钱是 把做音乐的乐器卖了 赚了三千块钱 我深深地觉得 做乐队这件事情 本身它就是难上加难 比做音乐本身还难 因为乐队它人多呀 它每个人 它有自己的生活 和自己的想法 得目标高度统一 我从九岁开始学习的 后来从到中学 高中大学 我就一直都在玩乐队 那时候对音乐 还是有梦想的 还是有追求的 希望能够有结果的 就想一辈子只做音乐 包括也去尝试找公司签约 自己发专辑发歌 在网上弄网页 去经营 这些自己都有做 坐着坐着 发现身边的队友 一个个都在离开 那么就是 有人要结婚了 有人要谈恋 有人要离开这个城市 有人想要转行了 当不下去了 就我经常感叹说 组建好一个乐队 有的时候比结婚 找对象还难 做音乐挺难的 太容易吵架了 就我们乐队两个人 我觉得都要吵翻天了 嗯 是不好玩 知道你们玩乐队的人 特别不容易 但是又 又 又很不理解说 你们那个兴奋的点 那个较劲 那个坚持 洗澡贪黑的 听到朋友就一直在练 一直在练 你丢喜欢呗 对呀 我觉得你不管是玩乐队 还是做演员 两个行业都难 它都极其不稳定 前面那段时间 是最难熬的 因为有些人就熬不下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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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账 多少钱一位呢 一个人三百 先把钱给付 其实说实话 就算我一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人均三百 我也会请他来的 因为 首先这是我们的心愿 第二就是大家确实太累了 也确实是需要有人来服务我们一次了 说实话我还没有吃饱 我可以再吃点 我可以超值 赶快吧 吃饱吧 一听到三百 这个一人赢的价 就觉得得再吃点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安排花的钱都是值得的 你们能看一下月亮吗 天哪 雪月吗 今天是 天哪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月亮 不是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